真修 实修 得解脱 我们要学会把心静下来 今天我坐在这里了 什么都不要想 心要静下来 然后再慢慢地去找出你烦恼的根源 想一想 你为什么会烦恼 烦恼的根源在哪里 心静不下来的人 是找不到根源的 很多人的烦恼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根 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烦恼 实际上 每一个烦恼都是有根的 比如说 今天我想要一个东西 没有要着 那就是有贪的根在里面 今天我很想说这个人几句 我想说他了 但还没有说到的时候 那么你就会一直很烦恼 这就是尘恨的根 所以凡是烦恼都有根源 我们有十善业 就是有十种可以做善的事情 如果一个人的烦恼很多 因为烦恼是不善的那种 所以你心里一定很不善良 一个人不管是有好的烦恼 还是有不好的烦恼 他都是有问题的 你说 我的烦恼是为了让孩子考上好大学 这种烦恼 你说起来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 实际上你也是有贪念 所以贪嗔吃三毒里面的 不管哪一毒来了 都会让你有很大的麻烦 三毒里面危害最大的就是贪念 臣恨心是由贪念引起的 贪不到就开始恨了 恨到后来就做出傻事情 所以要用清静的心去对贪贪念 我不贪了 我没有什么求了 我就能够对质自己的三毒 知道自己的毛病之后 那么烦恼就不见了 因为当一个人 不知道自己有毛病的时候 他以为自己没有毛病 那么他就会去做很多 一直让自己烦恼的事情 就像很多人为了财 为了名一样 拼命地去追求 所以他一直有烦恼 等到他知道无所谓了 等到他明白了道理 今天这个名我拿到了 过几天我也没有了 今天这个钱我求到了 过几天我也用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烦恼就不见了 有烦恼 人的行为就会失常 你们去看看 不管是谁 只要行为出来 不是正常的 那这个人心中 一定有烦恼 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看见这个人 不想理睬他 是不是有烦恼了 看见这个人 很讨厌 那你的行为就会失常 刚刚还在笑 突然看见 你讨厌的这个人 脸马上凶起来 看见这个人 本来应该很喜欢他的 但是 你不喜欢他了 你的行为就会失常 这样的话 你马上就会 有烦恼 只要我们的行为 一失常 我们马上就要 去找到自己的病根 我们的病根是什么 病根叫 自寻烦恼 要消除它 这个病 就算消除了 消除它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必须要把它消灭掉 心中只要有烦恼 你就必须把它消灭掉 学佛人要学会实修 实修是什么 就是真实的去修 真正的用心去修 而不是假的 等到烦恼来了 再去修 那已经是晚了 学佛的关键是 在于你平时要多修心 烦恼就不会来 比如 天天擦洗自己的厨房 蟑螂就不会经常来 厨房已经变得很脏了 那么什么样的虫都会来 心中平时就干干净净 那么烦恼就不会来 这就是实修 实际上 烦恼来了之后 我们的夜报就到了 夜报到了是什么 就是开始报应了 小烦恼 小夜报 大烦恼 大夜报 逃都逃不了 今天 夫妻之间不开心了 那么夜报来了 这不就是 因为平时 不注意协调关系 化解矛盾 所造的因吗 只要你是人 你就会觉得很苦 我们做人 苦不苦啊 每个人都会觉得 自己很苦 身体苦了 心里会更苦 身体不苦 心里的苦会少一点 身体苦 心里也苦 那么 你的心灵就苦了 有时候 人恨自己 恨到最后 连自己的肉体 都会给自己惩罚 恨自己 怎么走不动 恨自己 怎么不能吃 有时候牙痛起来 会用手 打自己几个耳光 痛得那个样 恨不恨自己 所有的一切怪谁 平时不好好爱护牙齿 不好好刷牙 平时不懂得清洁 所有的这一切 都有因果 所以 当你牙痛的时候 你的肉体苦了 你的心里 难过不难过 常言道 牙疼不是病 疼起来要人命 所以 我们不要让 自己的心 经常这么去苦 但是呢 当痛苦 把你逼到了极点 你会不得不 去面对自己的 这些苦因 有所改变自己 当一个人很苦了 你才会知道 自己的这些苦因 才会想到 不去造心业 懂得自己 做错事情了 才能知因得救 因为你知道 这个因果了 你才会有救 因为你知道 你有烦恼了 你才会去除烦恼 因为你知道 自己很苦 你才想改变自己 因为你今天 苦到底了 你才知道 我要找寻一条 自己脱离苦难的 方向和路线 所以 知因有改 这个时候 你才会想到 去改变 去治疗它 你只有把自己 身和心的毛病 都改正了 你自己 才会转变 愿意改正自己 毛病的人 实际上 就是愿意 去治疗自己的病 那么 你一定会得救 有些人 为什么还没有报应 因为他 报应的时间 还没有到 时间一到 报应一到 逃也逃不掉 所以 你今天 没有生癌症 你今天 没有出车祸 并不代表 你下一次 就不出车祸 你以后 就不会 生癌症 你今天 还能 平平安安地 坐在这里 并不代表 你过几天 过一个月 过一年 不会出事 你们永远 要懂得 这个道理 我今天 不去造这个因 我一定 不会出事 永远 等不到 报应 我今天 造了这个因 一定 会有事情 只不过 这个时间 还没有到 你就慢慢 等着吧 我们人 在还没有 得到 报应的时候 我们永远 是 不会 觉悟的 因为人 有 劣根性 当一个人 身体 好的时候 从来不知道 爱惜自己的身体 等到自己的肠胃 坏了的时候 才知道 应该定期 去看医生 平时 不能吃得太多 不能让自己的 肠胃着凉等 这个就是 人只有在 碰到痛苦 麻烦之后 才会觉悟的原因 如果一个人 在各方面 情况都很好的时候 就能够学佛 说明这个人 是有根基的 一个人 如果等到 有痛苦的时候 才来学佛 这个人的根基 是有的 但是很浅 你们每个人 想学佛 想找寻一条 解脱之路 不就是因为 你们每个人 都是在 努力修心 想解脱自己吗 师父告诉你们 人是不会 自己觉悟的 因为他有 列根性 人非常的固执 总以为 自己是对的 你们每个人 都以为自己 做的是对的 所以 才会跟家人 不断地争吵 你们每个人 都以为 自己是最完美 无缺的 所以 才会不停地 讲别人不好 挑别人的毛病 人的毛病是 不进棺材 不掉泪 很多男人 天天欺负 自己的老婆 平时 老婆生气说 我要走了 老公是 不相信的 等到哪一天 老婆真的 要跟他离婚了 他才会感受到 老婆的珍贵 和自己平时 做事情的荒唐 可是 来不及了 要懂得 我们人 要以得一切智慧 一切善 起于一切 祝佛道 就是说 我们所要拥有的 实际上 主要是智慧 一定要有智慧 和一切善良的东西 因为当你拥有智慧 和善良的时候 起于就是开始 师父把这句话 反过来给你们讲 就是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帮助你 成佛道呢 首先 要有智慧 然后 要有善良 不要等到 众生受苦了 要求解决时 这个时候 他才来求佛 拜佛 学佛 那已经晚了 所以 菩萨告诉众生的一切 妙法 一个很厉害的人 他也是学不好佛的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他根本 不能开悟 他是 进不了 佛门的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